26号上午 习近平先后来到 位于东湖高新区的 烽火科技集团 和武汉新兴集成电路 制造有限公司 考察企业创新发展情况 东湖高新区 是首批国家级高新区 2016年 获批中国湖北 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 光通信研发生产基地 被誉为中国光股 在烽火科技集团 习近平听取 武汉市新旧动能转换 发展情况汇报 查看企业自主创新成果展示 了解企业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和加强挡件工作等情况 展厅里陈列着烽火科技集团 以及常飞光纤光蓝 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的芯片光纤等高科技产品 习近平一边查看实物 一边了解产品用途 性能 国产化率 在国际同行业中的地位等情况 听到介绍烽火科技 在超大容量 超长距离 超高速率 光通信领域的研发和生产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一根光纤上 可实现67.5亿队人 同时通话 总书记点头表示赞许 他语重心长 对企业负责人说 新发展理念 创新是第一位的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 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行不通了 必须依靠创新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是企业的命门所在 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 不断实现突破 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 国家需要你们在这方面加快步伐 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们的这些 民族企业 国家的企业能够健康的成长 所以现在在这些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 国之重器 必须立足于自己 过去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内紧裤腰带 咬紧牙关 我们还创造两单一星 因为我们发挥了我们另一个优势 制度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 社会主义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下一步科技的这种攻关 你要这样 不要硬气幻想 你靠我们自己 他要求企业加强挡建工作 以挡建引领 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在武汉新新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习近平听取了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 情况介组 并到生产车间 查看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生产线 以该公司为平台组建的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是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 承担着我国存储器跨越式发展 赶超世界一流的重要使命 在生产车间 总书记仔细查看集成电路生产线 听取有关芯片全流程智能化制造 和加快国产化进程情况介绍 他强调 装备制造业的芯片相当于人的心脏 心脏不强 体量再大也不算强 要加快在芯片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永攀世界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不是敲锣打鼓 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机遇前所未有 挑战前所未有 每个人都要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在各自岗位上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更大贡献